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来到应试精读的系列 今天到第七章,也是见题拆题 这次会讲解教重要题的答法是如何处理 什么是教重要题呢? 首先,与上次所说的教的同意题是类似的 通常资料内容都会给你两个观点,就着某件事发生 或者原因,可能会写原因1,原因2是什么 也有可能在题目中有明显的提子列明 这个提子通常是你要分析内容,就着这个提子扣出发 常见的文化就是你认为哪个原因较为重要 也会留心里,有个教字 教字通常都有一个比较隐藏的性质 也是一样,要做到有论有博 有正论有博论,就要做到正反立论 有个方程式和方向 如果你觉得A原因比较重要 你当然要谈谈A更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但是,你也要兼顾到 为何B原因比A原因差 以及为何B原因相比A来说不重要 相反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原因对的时候 你也要谈谈为何B不够重要 所以,大家要记住 正如刚才所说的,要做到正反立论 才能够加强你的说服力 但是,如果你只是单方面说 A的原因或B的原因重要 但又不能做博论 那就很难上到上等分数 最多就是LV3会封顶 取决于LV4和LV5 就是要看你的博论 要两者互相兼顾 当然也要看史实的内容 也有一个实例 大家可以看看19年DSC的PAPER1第二题 这条也是问南朝氏族和寒门 这条题是问南朝氏族 事族由盛转衰 你认为只要以哪一个原因更重要 就要缓引史实去加热论 又是15分题目 大家会看到寒门与氏族 这一部分 如果推出的话 主要是问下 事族由盛转衰的情况 或者原因 通常就会就着这个角度出发 如果同学和寒门与氏族 都可以集中在这 其实是不难掌握的 寒门与氏族 资料里也写了 这个当然要你归纳 原因一是想说南朝君主是削弱门阀的权力 原因二是事族本身的腐化 如果你认为南朝君主削弱门阀的权力影响比较大 你认为这个原因比较重要的话 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你可以说回 当然你要属于南朝那四代的开国者 都是出身于寒门 所以他们做了皇帝之后 就刻意射入当时的特权 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出发 去说回 如何认为南朝君主削弱门阀的权力 可以从军事上说 刘豫是派了宗室出阵珠洲去管理 其实就是想随去持续掌握军权的威胁 经济上就是行土断法 最重要就是取消一些郡园上的特权 在政治上 可以说回蕭道成 用寒门去出任一些军中的政要 去提高整体中枢四人的权力 博论也是用上一章说的内容 虽然他自命清高不理朝政 但是如果君主不刻意削弱他的权力 才造成了他持续势力衰落的主因 当然你博论这个位置 你可以说回 持续在平时生活上 政治上 军事上有些腐化的情况 你可以用这个作为博论 如果你觉得持续本身腐化的论点 你可以集中在以下这几个角度 就是自命清高 违观清闲违绕 所以导致权力慢慢落入寒门之手 当然你要证明到 为什么持续的腐化 你要找一些史实去论静 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对了 最主要出发的角度 就是从持续本身的生活 正视军事腐化入手 可能他们只是重情升息 正视又不理朝政 军事又没有强硬的抵抗意识 所以你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 还有 军主出身寒门 有了削弱时族的动机 但是如果不是时族本身腐化 就不会给君主一个这么宝贵的机会 所以如果持续腐化 如果你支持这个原因比较重要 你就要靠这些角度 博论就是 虽然君主有心刻意去财益 但是持续不思进取 如果他能够维持到东晋时期的强势领导 寒门根本没有机会脱权 所以这个就是突显 原来持续腐化本身 就是令到持续由性转衰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以从这个出发点来说 你会看到 正反立论都要两者兼顾 今天这一章就说到这里 希望各位和我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应市征读系列 多谢各位